從許院長時代得到的主要的重要的國家品質 國家生技獎、行政院服務獎 到我們任期內 台灣頂尖醫療在台灣有四十二個 三十六個是醫學中心 其中有六個是區醫院 我們台中醫院是其中之一 今年也奉執行長指派參加全台灣國際醫療展 我們台中醫院這個獎 也要到這個年底的台灣國際醫療展去展示 另外我們也是獲得其他很多項跟老人照護有關的 都是金子或優良獎 我們首先做組織再造 Reorganization 就是跟老人照護長照有關的單位 我們先把它set up 起來 那這裡面包括當然大家知道 我們有護理之家日照中心 我們有社區協部 我們有長照2.0的測試一個管理執行中心 等一下我們會跟各位報告 另外我們是搭配研究 這個我們醫管內執行長徐執行長 特別為我們爭取的預算 希望三年把衛政設定整合模式 建構推廣到所有部立醫院去 實證醫學來作為我們的backup 最重要等一下我會跟各位介紹 這個資訊的連結 ABC三集電的資訊連結 無縫接軌 這將是我們非常重要的一個進展 我們目前618床 最重要的是 除了我們有190床的護理支架之外 我們有全澤市的日照中心30床 30床 這個是非常關鍵的一個機構 因為這個附屬機構 有日照中心 也就是我們今天台水醫院 成為A級電的很重要的一個基礎 當然我們在使命上希望提供大台中市民 以社區為導向 家庭為中心的優質照護 所以我們除了強化集中證 各位我們除了這個長照日照 不瞞各位說過去兩週我們open heart開了三個星 都很平安都很順利 所以集中證我們還是繼續來推動 但是我們還要擴大社區照護 希望建構一個完整的 社區照護跟長照的一個提醒 我們這個品質很重要 我們指定長一直在跟我們講流程 品質 團隊 最重要的是團隊 員工大家都是這麼好的一個夥伴 教員動力 我們是要把這個財務管理妥當 我們十大特色有很多我們畫紅線的 就是跟長照有關的一些特色 那我們的起手室當然是我們護理之家 我們護理之家都歷屆都是U等獎 或是超越甲等獎 護理之家每次評鑑都是U等獎 那之外呢 我們包括癌症中心 完整老人照護園區 全人整合的住院全人整合 跟門診全人整合 還有我們呼吸重症中心 傷口中心 很多要節肢的病人 在我們這邊都獲得免殊皆知之苦 好這個我們執行長 開始帶領我們 就是我們很多院長 在衛福部的指派下 到日本參訪 還有我們奉派於台中醫院 其實還有兩位同仁 奉派到美國密西根 明尼蘇拉大學 做PAC 即興後期照護的考察 然後回來以後台中醫院 首先示範中期照護 那現在全國跟各位兩位立委報告 全國460多家醫院 參與了健保署的即興後期照護計畫 也就是基於台中醫院 在成本效益跟病人照護上良好的成果 而做的一個推動 那現在我們PAC 我們去年 前年跟 賴宗亮還有老人科主任 我們一起去的 這個 美國密西根明尼蘇拉大學訪問 我們把這個全職的日照中心帶回台灣 我們在台不只在台中醫院 我們很榮幸跟各位報告 我們福島的花蓮醫院 也拿到實用指導開始運轉 而且花蓮醫院跟我們 還有我們參與衛生設施整合計畫的 包括新營醫院還有我們這個屏東宴都 屏東宴、桃園宴參與我們計畫 都通過一集電 好 那我們這個長照大樓是未來的一個美好的宴行 我們今天超前進度 各位明年希望你們來參加落成典禮 入住典禮 我們有現在我們包括班簽工程委員會 空間規劃委員會已經運作超過兩年以上 這要細部規劃 班簽要先運作 然後空間重新規劃 也為未來的院長預留了兩層樓 他可以充分的發揮 他將來是不是有新的構想 我們會把所有空間全部都使用完畢 各位看看 從我們長照二點寧執行中心 等下大家會過去 還有當然他現在還在我們舊大樓 之後都會半間到新大樓 長青整個門診 病人不動 醫生懂 五六個團隊為失智 為腰痠背痛 特定的慢性病人做服務 老年病房 都做完整 老人評估 然後讓他們能夠經過我們出院準備計畫 得到最好社區化的照護 護健病房 安寧病房 全澤市製造中心 多層級護理之家 全部在長照大樓裡面 我們長照二點寧中心 目前我們服務的內容 第一個我們是A級店 第二個我在今天跟各位報告 我們所有照護師 社家署的所有長照計畫 台中醫院全部通過 一個不移動 各位看 我們出院準備銜接長照二點寧 預防失智失能 人才培訓 還有服務計畫 還有一個專案據點 我們全部通過 這是目前我們所知 一家醫院通過 所有照護師跟社家署 所有長照二點寧 所有計畫 然後我們把它全部 在二點寧中心 來一起來做 醫養互合一的一個服務 人力可以互相支援 還跟我們醫院的醫療工作 能夠結合在一起 那我們也搭配管理指標 品質指標跟成效指標 不至於做於口頭空談 每一樣都有KPI 每一樣都要沿管考 然後我們的組織 長照二點寧 有中心主任 我們現在長照二點寧中心主任 是由我們副院長兼任 然後我們有直密 我們的督導 雅鈴督導 護理督導 我們醫療總監 是我們家庭社區醫學部 他負責幫助醫療工作 另外我們行政作業版 主要是負責我們教育訓練 健康管理版主要出現 服務跟多元化的一個 復健等等服務 還有社區活動版 包括對私自老人的在地化的服務 我要在場特別謝謝我們的B級 林菊學執事長還有我們紅石智慧總幹事 等一下貴賓都會走 但是我們不能走 我們ABC永遠要在一起 所以我們每天都要在一起 我們這一集店 台中夜這一集店 我們有三家B級店 有六家C級店 包括國立台中科技大學 剛才校長跟我說 他一定全力配合 因為校長我要跟您報告 你們的學生老師可以在這邊實習做研究 然後讓你們的長照系 能夠跟政府的政客相結合 真正場關學能夠合一 我們希望我們跟國立台中大學 那種同跟生的這種 互相合作的精神 我們會透過國立台中大學 那麼好的實質護理學院長照 老人照護系 一起幫我們這個工作做好 那我們的合作機制 等一下我們到長照中心接幕之後 我們會參觀完了 馬上我們的直密雅鈴會給各位做簡報 非常特別 第一個是合屬辦公 我們六個計劃 合在一個辦公室辦公 互相支援 還不只支援長照工作 還有居家 call center 都集中在一起 人力不浪費 第二個我們資訊是整合的 資訊會整合的 等一下測試 測試一下 請我們張市長 張田市長 還有我們林市長 還有我們指揮長 分別跟我們ABC級店 用我們的資訊 遠距資訊打招呼 問好一下 我們時常都在一起開會 然後我們要輔助跟培植 培植B級店跟C級店 不瞞各位說 台中院在聘人沒有問題 所以我們聘PTOT社公司都聘得到 可是我們的B級店 C級店在聘人有困難 所以我們聘來去支援他們 大家理解這個模式 所以我們聘人 復健是願意來穩變 可是我們跟他講 你的工作是到B級店跟C級店 我們這樣完成人才聘任的工作 謝謝各位 培植培植培長給我們的支持 還有我們各位副市長 局長 各位院長 你們的幫忙 台中院 永遠移動在一起 我們跟BC級店也永遠在一起 我們謝謝大家的麗玲 感謝大家